说的是关于函数的有些特性啊 那么这个特性的话是关于这个 变量也有这种特性啊 叫做变量于函数的预解析 来说一下这个啊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函数实际上什么呢 就是我们定义函数的时候啊 在后面定义函数 可以在前面调用啊 这样的一个特性啊 来看一下啊 这个是变量和函数预解析啊 变量和函数预解析啊 好那么的话我这里写两个 写写一些这个变量啊 先写变量 然后再写函数 再看一下我调用它的时候啊 会随什么情况啊 首先的话比如说我这里 先定义一个变量是吧 比如说 哇一个什么呢 I什么 那是吧 我这个是想写一个数字是这样的 是吧 写一个数字啊 负值 给它负值给一个12 是这样的 12啊 好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我在下面呢 调用它 这个没问题是吧 alert一个什么呢 alert一个 这个i love 是吧 那么这个调用啊 好看一下这个效果是吧 这个效果呢 那么看一下 那么这个很铁还会 哎 弹出12是吧 这个IE还行啊 好 弹出一个12 是这样的 弹出12啊 这个没问题是吧 这个是没问题的啊 好 那么如果说我把这个alert放到这个定义的上面会怎么样呢 是吧 放这个上面 是吧 我先弹它 我先调用它 我再定义它 是不是这样的 好 大家看一下这个会弹出什么 是吧 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好 它会弹出一个undefined 是吧 undefined是不是我们的一个变量类型呢 变量类型啊 变量类型啊 是哪个变量类型 我们五种 五种基本变量类型吧 五种基本变量类型啊 好 在哪里啊 这个变量里面 五种基本变量类型 有一个什么 undefined 是吧 那么变量生明 为初始化 什么意思啊 就是变量生明啊 为初始化的时候怎么样呢 它的值就是undefined 是吧 那么变量生明 是吧 你这个变量有生明吗 我的上面 没有生明啊 是吧 为什么是undefined的呢 是吧 好 那么这是这个程序 Jarscube这个程序的 它的特性啊 那么的话 比如说它来执行 这块的代码的时候 怎么样呢 它先会整体的什么 预解析一遍 这个时候先不执行啊 预解析一遍 预解析完之后怎么样呢 先把变量的生明提前 看到没有 它会把变量的生明提前 提到最上面去 把生明提前 但是负值没提前 这个时候怎么样 这个alert就是什么 undefined吧 没有 是吧 这个是啊 那么的话 就是预解析啊 预解析 预解析会 是吧 会把变量的生明 是吧 变量 变量的生明 提前 提前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什么呢 就是弹出的undefined吧 是吧 这个是弹出undefined啊 好 弹出undefined undefined 是吧 弹出这样一个值啊 就是变量 就是生明 未定义的时候 就是未负值的时候 它会弹出undefined 是吧 它的值就是undefined啊 好 那么像这种的话 就是像这种 就是经常什么 面试者会考的啊 面试者会考这种题目 是吧 这个很怪吧 很奇怪的 是吧 面试会考这种题 问你这个弹出 会弹出什么 是吧 好 那么如果说 我弹出一个压根 就不存在了 比如说我来弹一个 比如说再弹一个 alert 一个什么呢 i-lum 02 是吧 好 看一下这个时候 会弹出什么 是吧 好 看一下这个效果 是吧 看一下啊 好 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弹出undefined 然后怎么样 然后程序就崩了 就崩了 看一下啊 检查一下 是吧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有个cancel吧 cancel里面有报错 是吧 什么i-lum-02 is not defined的吧 是吧 这个才是什么呢 就是真正的没有定义 是吧 没有定义 也没有声明吧 是吧 我就什么 无端的用了一个 没有定义的变量 是不是这样的 他所以说 他就错了 他就崩了 明白没有 这个才是真正的错误 是吧 这个就是错了 好 就使用一个什么 使用一个什么呢 为 为定义 是吧 那么就是 那么就是出错 是吧 出错啊 这个应该说 明白的应该是 未定义 又 未声明 又未定义 是吧 未声明 又未定义 这个地方说的 不是太明白 是吧 变量声明 未初始化 实际上是说的 变量声明 就是用挖 挖了一个变量 是不是这样的 未初始化实际上是 未给他负值 这个意思 未给他负值 这个是什么呢 未定义 是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指的 他又没有声明 又没有给值 是吧 没这么写 使用一个 使用一个未声明 是吧 未声明 未声明的变量 是吧 你没有声明 你不可能给他值 是吧 直接这么写就行了 使用一个 未声明的变量 那么就是出错 出错 好 这个是关于什么呢 这是关于变量的欲解析 变量欲解析 什么意思 就把变量的声明提前 提前之后 那么变量的值先是undefined 然后的话 在后面再负值的话 它才什么 等于12 是吧 那么你在后面谈这个什么呢 变量就是等于12 是这样的 好 这是关于变量的 好 那么接着来 我们来看函数 函数 比如说我在这里定一个函数 方格雄 是吧 定一个函数 比如说MyAlert 是吧 MyAlert 这个函数是干嘛的呢 它就是谈出一个HoloWorld 是吧 Alert一个什么呢 HoloWorld 是这样的啊 HoloWorld 好 这样一个函数 好 那么这样一个函数的话 是吧 我定义完之后 我在后面调用它 MyAlert 是吧 这个没问题 是吧 没问题 看一下 好 再来运行一下这个界面 是吧 刷新一下 虽然说那么undefined 这个把它注意一下 把它注意一下 这个是出错的 出错完之后怎么样 它下面它就不止行了 明白没有 它直接崩了 它就不止行了 好 刷新一下啊 那么这个时候先弹出这个undefined 然后再弹出一个什么 HoloWorld吧 这个没问题 是吧 好 那么的话 如果说我把这个调用放到上面去 是吧 放到上面去啊 好 放到这个什么呢 放到这个地方来啊 是不是在定义的前面呢 是吧 好 这个时候看一下 它会弹出什么 是吧 这个地方啊 好 来刷新一下啊 刷新一下啊 刷新一下啊 那么先弹出undefined 是那个变量 是吧 那么要弹出什么 HoloWorld吧 HoloWorld 是吧 所以说这个 函数的定义怎么样 它是整体的什么 整理的会提前吧 是吧 好 函数会整理提前啊 那么就是欲解析啊 欲解析 会让是吧 会 会让 函数的 这个应该是函数的声明啊 函数的声明 函数的声明 声明和什么 和定义 函数的声明和定义 提前啊 函数的声明和定义都提前啊 函数声明和定义都提前 怎么样 我们就可以什么 正常的用它吧 正常用它啊 好 那么实际上这个技巧的话 也是什么呢 我们经常在写成运动 经常用的 就是说我们一些公共函数啊 一些公共的有用的函数怎么样 是很多地方会调用的 我们可以把它写到这个 整大段程序的后面 然后在前面直接用它 是不是这样的啊 我们前面可以怎么样 把主逻辑写到前面去吧 然后一些公共函数 可以把它放到后面去 是吧 放到后面去 反正前面可以调用它就行了 是这样子的 是吧 那么这个介绍是在什么呢 解析这些介绍是代码的时候 怎么样 它整体的会先什么 读一遍是吧 等你先读一遍 然后不执行啊 读一遍之后把什么 变量的声明提前是吧 声明提前 但是负值不提前啊 好 然后把函数的什么 这个声明和定义 全部提前 是不是这样呢 提前之后 那么这个前面 就可以直接调用这个函数了啊 好 这是关于什么 函数的这个什么 预解析啊 变量和函数的预解析啊 就这个意思啊 好 像这种什么呢 这种写法啊 有时候面试者也经常考的啊 面试者比如说 他会写一段这个程序 然后问你这个地方 执行结果是什么啊 这个地方执行结果是什么 是吧 那么你就要知道啊 他实际上是在考虑的预解析吧 是吧 在考虑预解析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函数的这个特性啊 函数和变量的特性